D.D.TV KPM 老师一起上课一起学习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 STM华语试卷一和二的快速冲刺班 就是因为要考试的吗 两天后 所以要给大家一些精华 一些可能要点 让大家怎么样去考好这个考试 那至于今天上到来我们的节目的 会是哪一位老师呢 马上去看看老师的简洁片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自柔佛州古来太子城国中的黄一村老师 对不对 老师您好 好 主持人您好 是 老师您有28年的教学经验是吧 对了 今年踏入第28年 第28年了 在信坛是很久了 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老师 所以老师 我们身为老师 还有半个公众人物 其实也要教大家一些防疫的一些准则 所以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好吗 就例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 老师可能我们可以过来这里 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戴着口罩 但是我想可能老师在稍后 要讲课的时候戴着口罩 可能呼吸没那么顺畅 还是怎么样会影响一些收音 会这样吗 所以我还是建议老师 可以除一下口罩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定的 社交距离 一米这样子 好 我们先除一下口罩好不好 好 除一下口罩之后 我们记得要讲这个口罩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塑料袋里头 对 这个耳机 好 放在塑料袋里头 然后呢 老师 过后要怎么样 要消毒双手 对不对 消毒双手 对 消毒双手 这个要放好 我自己烧 好 可能老师可以放在你的裤袋里边 衣袋里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这个消毒双手 这个其实呢 我们去到任何地方都应该要做的 就是那个搓手约要随手带 然后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消毒 老师 那现在呢 我们想要让您说一说 今天会给大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我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说 今天会上的课是什么 好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好 那么今天是我在这里要和大家谈一谈 我们两天后要面对的一个考试 华文科考试 好 两天后要面对的一个华文科考试 所以在这里我扮演的一个角色 一个作用就是要提醒大家 起一个补充的作用 在考场的时候 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以我们能够考到一个优异的成绩 对得起自己的成绩出来 是 然后今天的老师也邀请了六位同学 上来我们的节目 对不对 那可能在请他们出来之前 我们也听听学生们 对于今天的这个 老师准备的这个课纲 有什么样的看法 还是为什么他们要报考 SPM的华文科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这个片段 大家好 我是颜俊恒 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 我也是黄一春老师的学生之一 经过了黄老师对我的细心指导 我不再对SPM格式的华文考试感到陌生 相反的 黄老师所教导的作答技巧 让我在作答时更是充满了自信 因此我想要感谢黄老师长期来对我的指导 大家好 我是邱卫明同学 我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 是黄老师的学生 黄老师是个教书风趣的老师 上他的华文课一点也感觉不到疲倦 黄老师总是教导我们使用 起承转合在写作里 所以写起作文来更轻松 总是得心应手 让我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华文SPM 大家好 我是黄金灵 是古来太子城国中的学生 也是黄老师的学生 上课时 黄老师惯用一些幽默风趣的比喻 来形容课文 每个月时 黄老师也会要求我们写一篇作文 批改完后再给予一些相对的评语 然后再分享给我们 这个方法能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写作方面的不足 也同时也能够学习别人优秀的写作方式 通过起承转合这个方法 能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 写作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谢谢大家 D-Day TV KPM 看起来老师对黄老师的评价是很高的 上海老师的课是不会闷的 所以同学们 你们有福了 那现在我们要请老师去准备一下 稍后要上课的一些东西 然后在电视机间的朋友 也要准备一下纸跟笔 记录一下老师 待会要传输给大家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给大家好好地准备一下稍后 我们就马上上课了 欢迎回来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有请来了 古来太子城国中的老师 有28年教华语这个科目经验的老师 就是黄义村老师 老师您好 老师听说你今天也带来了六位同学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不是 是的 是通过Google Meet的方式来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我们请六位同学出来 给大家见面一下好不好 六位同学 就是黄老师班的同学 你们好 好 来 我们一个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从荧幕最上方的这位同学 轩玲吗 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的中午学生 陈晴 是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谁 瑞锋 瑞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太子城国中中午学生 陈瑞锋 瑞锋 接下来这边是谁呢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中午的学生 邱一婷 邱一婷 那接下来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中午的学生 黄锦恩 锦恩 紧接下来第五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中午的学生 我叫言秀儒 秀儒 那最后一位男生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来太子城国中的中午学生 陈文亮 是 六位同学呢 刚刚就说了 黄老师上课是不会闷的 教书是很有活力 而且是呢 今天都会有很多新鲜的点子 给大家更容易吸收了 对不对 所以待会呢 听老师上课的时候 你们要代表广大的观众来 代表发问好不好 就可能遇到一些 可能这个问题想要深入了解的话 就请教我们的黄老师 好吗 黄老师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吗 好 好 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好 各位同学 二十米罢了 二十米就要冲到终点线了 所以这终点线的时候 我们该有什么准备 这个同学们就要记住 所以在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 同学们记住一点 就是那么我们五年 老师这五年里面教了你们很多了 那么你们也学了很多了 还有很多管道可以让我们学习 我们的教育电台 也之前也提供了试卷一 试卷二的讲座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其实只是扮演了一个什么呢 提醒补充的作用 让你们在最后冲刺这二十米的时候 能够很顺利地跑到终点线 两个月后 三个月后 你就拿到一个能够体现你能力的一个成绩 好 各位同学 这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一个角色 好 那么我们的华文科试卷 分成两张试卷 试卷一试卷二 大家都熟悉了 好 试卷一有这个应用文和作文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这个试卷一里面拿 接近满分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取分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可以取分的方向 应用文接近哪进满分 作文接近满分 怎么拿满分 所以我今天稍微做一点补充提醒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要写应用文 看到吗 要点 只能够允许写120个字左右 120个字左右 那么在这120个字左右里面 我们要写什么 所以我希望你们记住 我平时一直讲起层转合 对不对 起层转合 让你记住 你进考场的时候 脑袋有这四个字 起要写什么 你看 起要写什么 活动宗旨 活动宗旨 你办活动一定有目的 对不对 接下来一定有时间 立点 那么接下来就提供这个诚详情 一般上跟题目有关的 好 接下来就 同学们看到吗 转的时候 为什么我放红体字呢 文亮你告诉大家一下 为什么老师要放红色的字题呢 因为那个是要点 好 那个是最重要的要点 为什么 因为假如同学们在写公函的时候 遗漏了这个字函目的 你的分数是从一半分开始改起 其他同学正常的写对的同学 他们是30分开始改起 你是15分改起 所以你看这个转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最后一个大家都晓得了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通告和启示 我要提醒你们 我要做一个补充 我今天没有办法带来教格式了 好 所以千林同学 你告诉大家一下 这通告和启示和公函的要点 有什么区别吗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 一个格式的要点的时候 我觉得公函的 它会比较倾向于 就是写给一个指定的人物 而通告和启示就是写给大家 所以你看到吗 一个是自函目的 一个是通告目的 这个就会加以区别 然后假如是通告 最后他要呼吁 假如是公函 最后一定要什么呢 千林 如果是公函 最后一定要回函 就是想希望他可以找又给我回复 所以我希望在最后这时刻 提醒你们这一点 提醒你们这一点 那么写的时候 有些事情要注意 要特别注意 注意什么呢 写活动目的 写一个就够了 不要啰嗦 应用文就是要精简 应用文就是要非常非常的精简 所以考试局才会要求你们 在120个字里面 表达出你这么多要点出来 所以写一个就够了 详情一般上我们要求 两个左右 那么具体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 赞语也一样 同学们 赞语也是一样 和活动目的一样 这个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老师的最大的痛苦 就是每次改你们应用文不够精简 所以分数给不到你们 这个是最后的叮咛 好 同学们 来 我们看这个例子 金恩来帮我念一念第一个句子 为了 为了发觉具有领导才华的学生 本会将于2021年7月19日 上午八十至下午六十 在本大学大礼堂举办全国中学生领袖培训营 好 同学们你看到吗 如果你已经脑袋里面有这个起的概念 你一个句子里面就把活动目的 时间 地点 日期 全部记在脑内 你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东西 这个要提醒大家 要补充 好 接下去 你要吸引我参加 你要给我活动内容吗 我才决定要不要报名参加 你看到吗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所以分数 假如我在学校改 我经常会给到二十八分左右 可能可以更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一篇 同学们看到吗 很多红色的字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 什么意思呢 怡婷 你看到什么 为什么老师要画红线 格式错误 没有要点 好 没有要点嘛 你看 它问题在哪里 我刚才讲过了 活动宗旨 活动宗旨写几次 一次 对吗 你看它写了几次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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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一百二十个字 它单单写活动宗旨就用了三十多个字了 你还要写其他东西呢 对吗 同学们 这个要提醒你们 好 怡婷 发现到问题吗 还有就是看到短语的搭配出现问题 短语的搭配培养了强功同学 不要这样啰嗦 不要 重复了 我们要精简写一个活动宗旨 为了培养领导能力 就够了吗 为什么要讲多多话呢 好 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 好 在这个日期里面 为什么是红色 同学们注意到吗 一定要写完整的 这个日期 同学们你们去读 到底是二月二十号还是二十一月二号呢 有时候我们会困窍 你是隐私人还是美国式的 如果二月二号更糟糕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不要这个 写回刚才的这一个 要有日年 看到吗 这样子的是最理想的 没有错了 考试不可以错 好 谢谢同学的提醒 大家一起注意这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篇 为什么要画这么多红色的字呢 秀儒 秀儒 你发现了吗 老师为什么画这么多红色的字呢 活动名称要重复三十次 这是老师改考卷的时候 发现到的很大的问题 改学校考卷就有经常这样子问题 重复活动名称 而且你看 未分发学校成绩册 所以我们分发成绩册 简直是没有谈到活动目的 为了吃饭 我们吃饭 这样子说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做到对面就好了 好 接下来你看 这一篇又什么问题 文亮同学你来 你的理解这里发生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拿十七分 好 非常的不具体 你又写一封信给警长 你要求他派警员 你都没有告诉他派几位 等下他派到两位来 你的马拉松赛跑是三千人的 怎么办 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具体的就是 他不要照老师的格式背 地点在哪里 我派警察去 派警员去哪里服务 不晓得 在格证室里面 不可以写这样子的东西 要正式的 好 各位同学 你记住这一点 进入考场之前 进入这一点点 那么希望你能够写到28分的 接近30分的作文就够了 好 两天后就要考试了 同学们 OK 好 非常不具体 好 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就要谈这个作文 同学们 作文 有考试题目有五题 五题里面你要选哪一题 这是你的挑战 这是你的选择 你要选什么 在这里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提供同学们一点审题的方法 让你在看到考题的时候 不会紧张 什么方法 看 稳准透 要稳 什么叫稳 掌握作文的文体 掌握作文的文体 好 文亮 好 一般上在我们的考试范围里面 一般上文体就分成叙述文 说明文 议论文 如果你把它给写错了 可能你的分数是从零分开始算起 我要写议论文 第四题 说明 第四题是议论文 对不对 你用故事来表达 对不起了 对不起啊 好 文亮明白吗 好 谢谢文亮的提问 好 接下来我们看准 什么是准 找到题目的要点 你题目要写什么 这个叫准 接下来 透 怎么去表达你的要点 所以这个文 准 透 你掌握了 你进考场你不怕 你不怕 好 所以我们现在 最后的这个关头 我再次提醒大家 审第一题作文 SPM考试作文里面 第一题和第五题 你记住 第一题和第五题 是开放式的题目 是开放式的题目 那么开放式 有时候同学会很疑惑 到底我要写什么 因为它范围很广 所以我建议大家 记住这四个字 我很喜欢讲四个字 起程 转合 内营 罚果 内 什么叫内 就是你要写哪一个什么 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接下去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题目叫做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什么 那个叫内 或者为什么我要相信自己 或者什么 怎么样相信自己 让别人也相信你 最后果就是 你相信自己的会产生什么成果 所以这四个角度 同学们 这四个角度 你去分析 你哪一个比较有把握 你就选一个角度下手 这个就是要点 然后你才想你要写什么要点 这样子你就不紧张了 这样子你就不紧张了 好 同学们 你看 假如你写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什么 在学业上要相信自己 在工作上 你可能也要相信自己 工作哪一方面 你们是学生 还没有工作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要点 稍微改一下 这只是一个建议 同学们 只是一个提议罢了 当然进考场 你没有人和你讨论 你自己来 对不对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才华 你可以这样子来解 对不对 相信自己的潜能 你有很多潜能 人家讲 人家说你讲梦话 你在作文里面 勇敢地表达你的潜能 以后证明给人家看 好 同学们 做到这个概念 接下去 如何相信自己 什么方法能够 让自己相信自己 然后坚持地走下去 这个就是如何 同学们也可以写 为什么 从这个角度 为什么人身上要相信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 我这里只是一个建议 同学们 只是一个建议 所以你们可以 想一想你们的要点 千玲同学 假如你写这个第一题 你从这个角度下手 你认为你还可以写什么要点 我觉得相信自己 才可以给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好 相信自己 才有自己一个很好的未来 的确 我们人生其实就这样 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然后你才会尽力 那你就有未来了 好 非常的漂亮 同学们 理解能力非常的透彻 好 接下去 这个审题 我们就暂时先谈到这里 暂时先谈到这里 让同学们 做出观念 所以你进考场 记住 内因法果 内因法果 所以同学们 这四个字有任何疑问吗 老师 我看到你那里有写 你要加例子 那么是不是代表说 如果我例子越写越多 那么我的分数会越来越高 我们写作文 看的是你的表达能力 同学们 你有例子是应该的 但是不是说你多例子 就多一个分数 只整体来说 就是说你的例子 能不能够表达你的要点 能不能够让你的例子 让你的要点更加具体 所以我不能够说 不能够说这样子的判断 有一个例子又多少分 两个例子又多少分 这个你的语文能力 这五年我们都训练 你们的表达能力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时间允许 时间允许 你可以写多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SPM的考试要求 是400到600个字 400到600个字 如果同学们 在一段里面 能够用一个例子 两个例子来讲解 可能你一段 就可以写到两三百个字 那么你整篇文章 写一千个字 不是个问题 所以同学们看到这个形式 一般上我们不需要 写太多要点 我们只要几个要点 五个要点就够了 好 谢谢同学 好 同学们 身体稳定 那么接下来 在我的教学生涯 我经常遇到同学们 写老师不想看的东西 当老师不想看 你以为你的分数会高吗 不会 不会 主持人 不会 什么题目我们不想看 什么内容我们不想看 你看 我先讲这个什么呢 假 马来西亚非常严重 有些同学一开始 雪花飘飘 怎么办 老师怎么去改你的作文呢 你写马来西亚情况 这个很假 你是学生 你写你的中学生涯 你不要写 你不理解的 你这样子真实 真实人家就喜欢读 注意到这一点 好 那么接下去 意外 同学们 写作文 不要出现意外 我有一年改考卷 改到这个题目 我的学生的练习 我给他题目叫 哥哥的心电开章 好 依婷 你认为 假如这个作文题目 哥哥的心电开章 要写什么 我认为需要写 人潮 还有店里的妆 对 非常好的答案 但是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的想象力 我很难去理解 他写什么 他写怀了一点点的字数 写这个新店的装潢 这个人潮 一下子突然 洗手间传来一个声音 哇 蟒蛇出现了 哇 全店的人去做蟒蛇 老师 那个是不是离题了呢 对 是不是离题 同学们 跟那个开章没有关系是吧 对 所以这个题目最好改成 抓蛇记 OK 你看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这个不是题目要求 想象力比较丰富可能 我们考试要视频巴稳 你要扣住题目 我给你题目 你要扣住题目吗 做到这个概念吗 好 还有一个 我记忆犹新 有一年我给学生写 夜夜晒跑 夜夜晒跑 有个学生一来就开始 第一段就半可怜了 你看半可怜了 学他是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在孤儿宴 很多学生喜欢半可怜 我不知道他要引起谁的同情 他半可怜 第二段 有人来领养他了 我要夜夜晒跑 你来领养他 领养的人又很特别 和尚 和尚来领养他 领养他 和尚能够住哪里 这个和尚来头不小 竟然来自中国 竟然来自 中国的少林寺 把他领养带回去少林寺 糟糕了 夜夜晒跑在哪里 七道少林寺当然要念武功 又花了一两段来写武功 第七段还没有看到夜夜晒跑 可怜 那完全没有分数了 这样白写了 他终于少林寺举办夜夜晒跑了 但是他夜夜晒跑又很特别 夜夜晒跑 因为少林寺和尚有学武功 既然这个夜夜晒跑是什么 在树上飞 他们学了轻功 糟糕 所以我们的主持人也问我这个问题 同学们你们想 这样子的题目你要怎么改 是 那老师给他几分 这个题目到最后第二段 最后一段吧 他才说夜夜晒跑 而且夜夜晒跑我也很难做他 那概念在树上飞 是 老师 这个已经离题了 你花了一千多个字 你写这样子的内容 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他不晓得这些东西 所以我今天进考场之前 我当然不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引导你怎么写作文 但是我提醒你 什么不可以写 什么不该写 那么你进考场就会比较有心思 老师 这一点的提醒是非常好的 那老师大概讲了20分钟的课了 也要给老师休息一下 好不好 然后电视机前的朋友也要休息一下 可能要松松筋骨 这样子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再继续听黄老师教课 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同学们 还有家长们 老师们 是不是已经松松筋骨喝一些水了呢 好 我们现在继续有劳 我们的黄艺村老师给我们上课 今天的课目是SPM华语试卷1和2 有请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好 同学们 来 我们继续 刚才讲了文 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透 怎么把一个要点 能够用大概两三百个字表达出来 那么你一篇文章就可以写接近 一千个字或者超出一些 首先 同学们 看到红色的字吗 看到蓝色的字 对不对 红色的字跟什么有关 同学们 平时我和你们上课的时候 题目 题目 对了 非常好 好 蓝色的字呢 要点 要点 对了 所以你一个段落里面 同学们 一个段落里面 你第一句我看到题目 你就不会离题 不会叫你写夜赛宝写到去 少林寺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老师很记得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经过了二十多年 脑海中 是 还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 好 所以第一个句子 题目要点 好 接下去第二句 我们就要举例说明 你举例说明你的要点 不然我不明白 那么考试也就不具体了 非常的不具体了 好 所以这个叫例子 好 同学们 来你们帮忙一下 其他的同学 如果我们同样这个题目 同样的要点 你们认为除了这个土地都冒烟了 还有什么例子可以讲解了 老师可以说土地都军裂了吗 对 土地都军裂了 可以吗 还有吗 同学们 街上的人都穿起了短袖和短裤 短衣短裤 这样你的例子就很丰富了 各位同学 这样子你就可以表达了很多了 好 再来一个例子 来 其他同学 来 我们让其他同学尝试一下 好 谁愿意 人们都爱吃的泡兵 好 路德 你要想吃泡兵 这样子你的段落就可以扩充了 老师改的时候会说 你写得很详细 很具体了 好 那么接下去 第三个句子 同学们看到吗 红色的字 你要第三个字 你要把题目再次拉出来 然后跟要点挂钩起来 你就不会离开了 你就不会出现大蛇蟒蛇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第三 讲为什么要这样做 天气为什么会那么严呢 好 第四呢 第四呢 同学们 第四就要怎样呢 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前面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我们都讲 很热 题目的要点很严热 第四句你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写什么 为什么 颜热反而好呢 颜热可以塞着炒 这样子你的要点就丰富一点点 又没有离开题目 没有离开要点 同学们 对吗 来 同学们尝试一下 刚才还没有讲例子的同学 尝试一下 我们还可以从什么角度 去扩充这个要点 就是说热的好处 虽然天气也热 是 来 同学们 来 怡婷 虽然天气也热 但可以把衣服晒干 颜热得好 对吗 这样子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你的思维 你的看法 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那时候冰淇淋小贩 生意特别好 也可以吗 颜热 主持人 你看我们主持人 多么了不起 也可以 他马上就说到我们的概念 谢谢老师 冰淇淋小贩 生意特别好 非常漂亮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可以尝试 用这几个关联词 用这几个关联词 那么老师批改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评业标准 叫什么 句式灵活 句式非常灵活 不会永远只有一个陈述剂 可以改一下 转折一下英国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题目再重复一下 要点再重复一下 每个段落我们做一个小节 做一个小节 让人家知道你在讲什么 这样子批改的老师 阅读你文章的老师 不是一目了然 你也提醒自己 不会写写一下走到蟒蛇 不会走到树上飞 这个例子我用了很多年了 可能很多同学都听过了 但是很典型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好 同学们记住 这个叫一个段落里面 就出现这个起层层转合 这个概念做清楚来 起要是什么什么 那么你写要点就很丰富了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 好 来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在这里 都很明白了吧 信心十足对不对 可以吗 好像都 没有 我先接下去 等下你们想到再问我 好 那么接下去 我们看这一个段落 好 内峰同学 你读第一句 告诉 没有 你告诉我们 第一句那红色字跟什么有关 跟题目 题目有关 蓝色的字跟什么有关 蓝色的字跟要点有关 对了 题目有了 要点有了 我就很明确你在讲什么了 接下去 要举例说明 对不对 你看他例子蛮长的 这样子的情况一个就够了 例子是什么 瑞峰同学 例子是什么 他扶导奶奶 对了 扶导奶奶 乐于助人 非常好 你这样子写就很妥当了 那么接下去看到红色的字吗 同学们 红色字看到吗 跟蓝色字挂钩起来 因为你这个扶导奶奶的举动 所以我的目光为你而停留 你是特别的 这样子你不会扣走掉题目了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这样子 好 接下去 那么我们就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解释这个要点 那么你就很多字数可以表达你的概念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什么呢 解数小解 小解 做清楚概念吗 同学们 这样子就是文准透 我们已经做到这个概念了 好 接下去各位同学 我再花一点点的时间 和大家谈一下写故事 叙数文要怎么写 叙数文我们也是用这四个字 起 成 转 和 起 看到什么 有感而发 同学们 一般上你们写作文 写故事 你们看到什么会有感而发 你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千玲 照片 照片 对了 看到照片 想到什么事情 看到奖杯 想到我曾经获奖了 对不对 这样子叫做有感而发 很简单了 接下来 沉马上就怎样 叙数 提目的要点 叫你逛巴山马拉 夜市场 你就逛夜市场 第二段就到 对不对 叫你夜野赛访 你第二段就好在 竞赛的路途中 为什么到第八段才出现 这个不下当了 所以写故事要这样子做 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那么接下去就要不转 转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给他一点难关 从不同的角度来 突出你的重点 难关 比如说你参加夜野赛跑 在进走的路途中 突然出现什么 一些难关 比如说你跌倒在路上 这样子描写一下 细数一下 这样子就更加强调你的坚持 你要走完这场夜野赛跑 跑完这场夜野赛跑 对吧 我们中午五年了 一场马拉松竞赛 多二十米 多二十米 我们就到达终点线了 对吗 这个要难关 好 接下去就合 精简的交代 对不起 那同学们呢 老师说的起程转合 感觉上好像很容易记 对不对 就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教你们的 是吧 对 就希望每一堂做完课 他都会给我灌输这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已经 都心应手了 是 而且你看到红色的 你就知道那个是题目 是吧 是主题 然后蓝色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老师一般上课的时候 都会用的一些方式 所以现在呢 是跟广大的马来西亚的 所有的同学 都可以去了解老师的 这个方式 对吧 那同学们 其实还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老师吗 老师你还好吗 还可以 没问题 一般上我们上课都是这样 好 同学们 我们以课本第五课 作为一个例子 你们都很熟悉了 课本的第五课 对不对 老人家卖油果汁 起 那么第三段到六段 一个学生为老人家画画 这个题目叫画像 动到题目了 对吧 联系到题目了 第三 接下去 所以学生把老人家当成是一个父亲来看待 而在这里你做一个转 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对立 他自己的媳妇不把他当成父亲 但是一个替他画画的学生 却当他是父亲 你说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就突出了 所以最后老人家在路边等那个学生 等那个他说我在等女儿 你看这样子的故事就很突出 就很感人 但是有没有离开画像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各位 好 各位 所以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试卷二 试卷二了 试卷二的情况 老师这个70分吗 这边 刚才的试卷一是一张试卷 它满分是100分 100 那么这张试卷也同样是100分 也同样是100分 那么我们看这个项目 就可以知道它分数的分配 刚才我讲过了 作文 应用文是你们可以得高分 在这个部分 哪一个我们可以得到高分呢 我个人根据学生 在学校的练习 我觉得他们比较容易掌握高分 的是在古文和名句进化 所以这点等一下你们特别注意一下 当然其他项目 我们也要拿超过一半的分数 这样子最终你还可以得到一个 蛮漂亮的分数 我们要尽力而为 好 同学们 概述 概述 要做到的时候要怎样 你们一进入考场 桌上已经有这个拔卷了 所以你们一进去就可以画格子了 一般上考试要求是120个字 所以你可以画一个24行 26行 写一行 空一行 等下你填的时候可以做补充 老师 这个格子是我们自己画的 才知道那个字数 对 我们要字数 方便我们计算 批改老师也容易算你多少个字 住人就是住己 这个概念 好 接下来 不要超过指定的字数 考试局假如说120个字你就要写 多少个字同学们 120个字 120个字表示超过四个字 可以不可以超过四个字 可以 超过第五个字就要扣分 第五个字就要扣分 第四个字不算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争取字数 做人做事情要尽力而为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接下去写成一段文字 还有你们做概述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一点就是 一定要对象要很明确 因为现在考试题目 一般上都是属于叙数文 叙数文有时候它文中会有几个主角 有时候你们会困窍的 谁讲谁我们不晓得改的时候 所以这个要明确 好 接下去要怎样呢 使用 尽量用原文的词语 不要去改它 不要去改变它 还有最后一点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要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就是同学们 提醒你们 好 概述的时候尽量怎样 保留主卫兵 抛弃 放掉 撞定步 比如说 我今天从窑屋 我今天千里迢迢的从古来 来到吉隆坡 这个句子 假如概述要怎样 来 同学们 帮我一下 我从古来到吉隆坡 我到吉隆坡 对吗 就够了 这样子你才可以把文章的800个字 说短成多少个字 120个字 做到这个概念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好 接下去 同学们 这几年我们的考题 考题都属于细数文 文中有些对话 记住你们在概述的时候 对话不要一字不漏 抄出来 你不要讲他说他讲他回答 这个说讲回答都不接受 不接受 所以你要用这个词语 以语词来代替他 把他说话的句子变成乘数句 换成乘数句 他认为而不是他说 所以这些语语你们就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在适当的场合 这个情况你就用这些词语 他说我很担心 其实是他担心自己 这样子就缩短 又达到要求了 好 做到这个概念吗 好 同学们 在改你们考卷 有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们很喜欢去浓缩 刚才我讲过的 要保留言文词语 对不对 但是你们很喜欢去浓缩 有时候你们可以 有时候我觉得变成一个笑话 我们看一看 同学们 马来亚大学说短 怎么能说来 马大 这个大家熟悉 对不对 你说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你讲的东西大家明白了 你不可以自己深造心词 情情爱爱呢 情爱 情爱 说短 这样子就漂亮 好 发展中国家 同学们 发展中国家怎么说短 就好像不能说短 不能说短 但是我们改考卷的时候 改学生练习的时候 有些学生 竟然写中国 或者发国 或者发家 不一样的意思了 概念不同了 你不只是发展中国家 本来这个词有分 你不只拿不到分 老师还要在中国下面 划线扣你表达的分数 得不长生 你根本没有得 你省了两个字罢了 好 接下去 来告诉我地方政府部长 怎么说短 同学们试一下 不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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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练习中 有些喜欢尝试 他竟然变成什么 地府部长 文亮你告诉大家 什么叫地府部长 冰炒地府 可怜喔 这个部长 已经死了 这个玩笑开得太 太大了 这个玩笑太大了 不要去勉强 勉强是没有 幸福的 幸福的 看到吗 这个概念要做清楚 每次我们改练习 总是你们深造新知 让我们一边改一边笑 但是这个笑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扣分的分而已 扣分的效果 扣分 好 同学们 这个叫概述 做清楚这个概念 好 来我们看一个例子 同学们 刚才我们讲过了的 保留主卫兵 放掉壮丁部 对不对 所以 景恩同学 你看第一段 你告诉大家 第一段 我们要哪几个词要注意的 你知道吗 对 四个商人和少年 景恩 你注意到吗 你念的时候 你是这么念对吗 什么少年要不要讲呢 不需要 那个是定义补充他的 修饰他的 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达到了要求 非常漂亮 接下去 景恩 再来一次 骑马那一句 穿越沙漠 遇上沙尘高 穿越沙漠 他怎么穿越 不管我们的事 不然的话 骑马骑驴也不理他 不管了 你驾马车 驾什么车 不然的话 你怎么把概述 八百个字变成一百二十个字呢 这个就是一个提醒你们作用 这个东西 这个技巧其实大家都学了 只是进最后考场 我要提醒大家 还有同学们 你们发现到吗 我这个画红色的字 你们看到有一个字 有一个词 我一直不要用的 有没有注意到 哪一个词 有 哪一个词 热 热 我曾经改过一个学生的练习 一百二十个字里面 竟然出现十七个热字 那十七个热字 如果把它删掉它 如果把它删掉它 改成其他热要点 可能你还可以多几分 对不对 而你写了热不热 有没有方法 迷失方向就够了 为什么要迷失了方向 我们写作文 才需要这样去扩充它 对不对 不要 弄清楚作文在优点在哪 作文的强点在哪里 应用文也不可以 应用文也要精简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第二段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文亮 第二段 你发现到我们只要什么 五人干渴 对 五人干渴 看到吗 文亮你做得很好 五人干渴 那么其他怎么干渴 要不要讲呢 什么嘴唇干裂 你这样子写下去 可能你的概数 变成两千个字 还比八百个字多 你浪费时间罢了 各位同学 五人干渴 最后一个字我们很重要 所以文亮你要怎么把 这五个字挂钩起来 联系 串成一个句子呢 他有说到吗 对了 需要水 加一个语词 没有需要的话 又没有那个意思了 没有需要 你就不能够衔接句子 那么你不能够说 五人干渴 说要喝水 这样的说字出来就 不是陈述句呢 做到吗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下一段 好 我们看下一段 好 同学们 第一个句子 你们注意到吗 为什么我画胖伤人 而不画身伤 因为胖伤人是重点 因为胖伤人是重点 比较具体 是什么 比较具体 比较具体 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个文章里面 为什么要强调他的三个词 胖伤人 因为过后还会有胖 因为这里有四个伤人 我们要区别 明确是他 如果你只是写伤人有水 我们不晓得四个伤人里面 哪一个有水 是 这个叫具体 同学们 概述要很强调什么 具体 你们做得非常准 所以我们只要拿胖伤人 有小湖水 或者有湖水 就够了 这样子的要求 你们这个技巧掌握了 考试的时候就 是 比较有信心 老师可能先说完这个部分 我们就休息一下 是吧 还有一点点对吧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点 好 同学们你看 这最后一段 千林同学 你告诉大家 以往我们每次写理解文 学习理解文 阅读理解文 我们很多时候 发现到一个段落的要点 出现在哪里 千林同学 我觉得我发现到 那个要点 都是出现在那个 那个段落的结尾 或者开头 对的 都在一个段落的结尾 或者开头 起或者 这样子我们可以加强 我们的理解能力 也吸收得更快一点点 所以我们发现到 就是这几个字我们要罢了 三个商人 验勤金币换水 所以我们这里就做一个区别 这是三个商人 另外一个是胖商人 这样子四个商人 这样子我们可以分区分 对象 刚才我讲过的 对象要弄很清楚 如果你写商人有水 然后商人要换金币 就不知道哪一个商人 不晓得是谁的水 是 明白老师 非常好 好 所以这种方法提醒大家 是 所以我想老师 这个就是可以写出 120个是浓缩的那个 对 作文了 好 这里我们再让老师休息一下 给同事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继续跟黄老师 一起上课 疫情之下防疫SOP 一定要记得有三部曲 就是口罩要戴好 然后要起洗手 要保持安全的肢体之理 好的 我们争取时间 继续跟黄老师一起上课 老师 交给你 好 谢谢主持人 好 各位同学 来 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 现代文理解 现代文理解 我们还是要尽我们所能 去掌握最好的分数 一般上考试 就会考这几个范围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我们都读了五年了 对不对 老师已经训练你们五年了 到最后我们再做一点 最后的补充 最后的提醒 我们的五年的马拉松赛跑 剩下二十米罢了 千万要坚持下去 把最好的奋发出来 最好的那一刻冲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针对几个问题罢了 同学们 针对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发现到现在考题 蛮喜欢这样子问的 心情怎样 哪一种心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的脑袋里面 就会有这些迟疑的出现 然后我们看文中 他体现的是哪一种心理 是哪一种心情 对吗 比如说文亮同学 你看这个 假设你在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不讲文本 他靠近不靠窗的病人 会出现什么心理呢 哪一种心理呢 哪一种心理呢 假如我们根据自己的选择 文亮呢 应该是什么 我们今天不讲文本 因为文本我们要仔细研究 所以你的答案里面 一定要出现什么文亮 不靠近窗的病人 应该是什么呢 可能是 羡慕 羡慕 对啦 他不靠窗 他羡慕另外一个靠窗的病人 可以看风景 对 你的答案里面 就是要羡慕这个词 然后你再加以例子说明 同学们记住这个方法 这个是要提醒你们 好 接下去 好 接下去 现在问题很喜欢考你们的 就是主题事项 主子 你读到这篇文章 作者要讲什么 要传达什么讯息 这里我发现到 我改考同学们的练习 同学们的答案 不达到我们的要求 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这样做 通过A 而说明什么B 这个概念要做清楚 通过A说明B 通过A 产明B 这样子的话 你的答案就完整了 就非常的完整 好 你看 还有提醒大家 我平时教你们理解的时候 一般上我们假如要找文中的主题思想 一般上有没有方法 让我们更快的找到呢 金恩同学 金恩 通常在文章的标题或者是前言和结论中 可以找到文章的主题 对了 在文章的起或者和 很多时候作者就会在那里透露出他真正要写文章的目的 就是开头跟结尾 对 金钟它是属于说明式的 讲解它 分析它的例子 对不对 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我们有技巧 我们读文章就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我们考试中时间很紧凑 试卷二是两个小时过十五分钟 而你要考五个项目 同学们要考五个项目 非常的紧 所以你要有一些技巧 有一些方法 好 所以我们看你们还比较弱的一点是什么呢 评价人物 分析评价人物 好 同学们你们有注意到吗 为什么老师要把这四个词放在一起呢 哪位同学可以回答 是 因为都是很容易的形象 好来 金恩 都在评价人物 对了 其实这四个词都是要什么答案呢 他的答案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要谈他的为人 他的性格 他的形象 他答案是一样 他用不同的词 你们就不要乱 不要紧张 还有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候你看这个题目 你对他有何评价 同学们看到就 直接就批评写出他那个性格 但是他忘记给例子了 一般上我们要从你的说明中 看出你举出例子来 恰当不恰当 贴切不贴切 所以答案是要两个部分 看到吗 要有例子 要有例子来补充 加强你那个形象 就比如说他很有爱心 对 那有什么句子 例子 是显示他有爱心的 从文中哪一个例子 可以看得出他是个有爱心的人 是 这样子你的答案就满分 好 同学们可以吗 我可以不可以只写例子 然后不写形象呢 好 只写例子 不写形象 同学们 题目是问什么 形象 形象 对吗 我叫你去夜野赛跑 你为什么要跑到少林寺去 看到吗 同学们 非常好 永远记住我的少林寺 有有学到 好 还有问题吗 这个题目会比较 老师 老师 来 秀儒吗 好 秀儒 老师 如果我写一个形象 我可以给两个例子吗 好 写一个形象 可以不给 要需要不需要 给几个例子 好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各位同学 因为考试时间很紧凑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最好了 就是一个形象 一个例子 如果你担心 你写的那个形象 不懂对不对 可能你可以多写一个形象 再多一个例子 因为题目是问 题目没有说 他要一个评价吗 如果他讲一个评价 一个形象 是指出文中了 主角的一个性格 那么只能够写几个性格 一个 你看我们看题目 要听清楚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考试嘛 多写还是有点什么 有点保障了 OK 是看事情况而定吗 事情况而定 当然了 好 来接下来最后一个 现在考题也很喜欢出这个什么呢 作用 我发现很多学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作用起什么作用 起什么作用 这里给你们一点点的提示 提醒你们两天后进考察 好 看到吗 同学们 如果他这样子的题目 你们必须要有一个 数语 OK 好 必须要有一个数语 什么是数语呢 好 同学们 你看到我的这个演示稿了 对不对 好 告诉我一下 数语就是这里提供的什么呢 设置悬念 还有吗 除了设置悬念还有什么呢 好 引人生思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课本 那个画像对吗 那个画像 那个学生 为什么 要把那个老人家当成是父亲呢 这个情节出现在产生什么作用呢 然后在那个文中里面 他又加了一个部分 他的媳妇 不把他当成是父亲 啊 什么 所以你就要想一想 这些数语在我脑中哪一个部分 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配搭上这个作用 这个提问法 其实是让你们 让你们更深入的 去理解这篇文章 也同时加强了 掌握了作者的表达 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句子 我写这个句子 并不是 我随心所意的 对不对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所 安排 要有所策划 对不对 所以小说中每一个句子 小说中每一个段落 每一个人物的出现 都是有它的作用 这个我们平时上课一直在谈到 对不对 所以我提醒你们 好 还有你看到吗 举例说明 同学们 你要举例子来说明 题目 题目就这样子文 起了什么作用 那么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回答 这个句子在文中起了什么 引人深思的作用 你的分数不完整 现在我们的考题 同学们 你看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考题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时候考题是什么呢 一个问题里面 需要两个答案 或者三个答案 现在这叫做高思维考题 就是说 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问题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举例说明要写下去 要通过哪一个句子 它说了这个起了什么作用 再说明它一下 把它说明清楚一点 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同学们 这个就是理解文章 我们稍微注意一点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剩下两天就要考试了 同学们 理解的技巧应该会了的 只是我提醒罢了 我扮演一个补充的作用 好 同学们 很有信心 一种点头 最后的冲刺 是 迈向你的成功之路 好 来 还有一个部分 刚才我讲过了 同学们 刚才我讲过了 很容易拿分的 很容易拿分的 对吧 很容易拿分的 这个古诗 古文 非常容易拿分 哪一方面容易拿分呢 你看到吗 答案都可以从原文中找到的 所以古文很简单 你只要去理解 你懂得它讲什么了 你就醒了 那么你就把它的答案 找出来 然后翻译进去 这个就是分数了 相比较之下 会比白话文 理解简单一点 它比较直接 但是这边说 要必须用白话文做答 对 一定要用白话文做答 就是说你要翻译 把古文翻译 这个平时我们上课一直都在学习 是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你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字译 什么叫字译 同学们 古文是非常精简的 在古文里面 它是一个字 就等于我们今天的白话文的一个词 所以你记住这个概念 记住这个概念 一个字等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词 老师可以给一些例子吗 好 可以给一些例子 有什么例子呢 同学们想一想 平时我们讲过的 同学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吗 文量 文量 在古文里面一个字 代表一个句子 代表一个词 一个词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一个词 里面可能是两个字三个字 对不对 我可以试吗 好 来 非常好 妻子 对了 在古文里面出现妻子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 仙琳 在古文里面出现 就是妻子和儿子 就是老婆和孩子 今天我们讲的妻子是什么 就是老婆而已 就是老婆 对不对 这个概念你要做清楚 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就要怎样 就要特别的小心 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出来 五品产言 看到吗 同学们 好 白话文产 在古文里面这个产字 白话文怎样翻译 有什么词 生产 生产 出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跟上下文 衔接一下 看哪一个字 生产 五品生产言喉 出产言喉 所以你就看哪一个词 下当了 就你每个字翻译下来 你就 就怎样了 同学们 你就达到我们的分数的要求了 颜毛若今师 对吗 颜怎么翻译 颜猴 如果颜猴的毛发是 对了 你翻译 必须像我们主持人这么讲 是这样吗 如果颜猴的毛发是 颜猴的毛发 颜是颜猴 毛是毛发 一个一个字来 若是怎么翻译呢 平时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像 如果 好像 好像 颜猴的毛 毛发 好像什么 金丝 什么叫丝 同学们 丝线 好像丝线 怎样的丝线 金色的丝线 金色的丝线 所以 这个就是金丝颜 你看到吗 非常的特别 你这样子的概念 你很容易就可以达到 满分 同学们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考题会考什么 考题 你看第一题 大概是这样子的形式 它是属于一个理解题 属于一个理解题 对不对 你只要把相关的部分 翻译下来 你就达到要求了 会不会比白话文简单 同学们 如果你能够理解 是 会 对 我们学了五年的古文 对不对 学了五年的古文 肯定可以拿满分了 希望拿满分 这是我们要拿满分了 作文 我们要接近满分 应用文要接近满分 这个也要接近满分 好 你看第二题 主子 刚才我们讲白话文 同样的方式 很多时候我发现学生 回答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他们的答案都会怎样呢 很精简 说明母爱的伟大 但是我们有时候很担心 你这个词 这个句子的出现 可能不是答案 不是一个答案 那么你必须说明一些情况 一些例子 可能你这个例子 可以帮助你得到分数 可以帮助你得到一些分数 好 同学们做到这个概念吗 刚才白话理解也是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翻译 好 我们试一下翻译这个 我们请同学们帮忙 对吧 我们请同学们帮忙一下 想要自愿 帮忙 来 自愿 我可以试一下吗 好 来 怡婷 小猿猴更加奇特 性格很文顺 对了 逸琳 你再讲一次 小猿猴 对了 颜子我们就翻译成 小猿猴 一个一个字来了 好 所以逸琳再来 小猿猴怎样 尤其奇特 好 油 我们看到这个油在古文里面 油你就想到白话有什么 和油这个词有关系的字 油奇 更加 所以那就出来了 那就很明显了 这样子你就拿到分数了 一般上我们改你们的这个翻译 我们都是选几个词来改 但是问题是 你们不知道我选哪一个词 所以你就要每一个字都要翻译 你每一个字都要翻译 做清楚吗 同学们 不要漏字 同学们在这里很提醒 要特别地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项目太容易得分了 千万不要放弃 来 同学们可以给一些 有没有疑问 这个容易拿分的项目 有吗 还有疑问吗 有没有疑问 还是要试试另外一个句子 试一下另外一个句子 再还没有试下一个句子 你看离母 母是什么 母亲 离就是离开 你一个一个字翻译下来 这样子就 是不是 很完美了 很完美 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句子 来 试一下谁 来 试试 好 来 景恩 非常好 景恩 母猴怎样 景恩 你再重复一次 母猴将乳枝 傻在林间 母猴将乳枝 这个句子里面 有没有母猴出现 没有 这古文是很精简的 经常它会省略掉足语 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足语找出来 母猴 景恩 再来一次 母猴怎样 将乳枝傻在林间 对了 林 林间 是 乳 乳枝 乙 在 叫你每个字都翻译了 记住这个概念 一个汉字 一个词 这样子你就不会漏掉任何的东西了 好 同学们 好 来 接下去 弃绝 谁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弃绝 弃绝断绝 对了 气是气息 绝是断绝 所以你的答案里面就要出现这个 就是已经死亡了 对了 你不可以直接写它死亡 不能 因为可能我只要改那个气字罢了 记得老师说要自意 我要自意 对了 这个概念要做精准 对 好 同学们 老师 如果我气息写它呼吸 是可以接受的吗 好 如果你写它呼吸 那么绝你要怎么衔接呢 呼吸 呼吸断绝 好 整个句子再来重复一次 乳汁撒进之后 呼吸断绝 呼吸断绝了 这个句子你觉得通畅吗 如果你觉得通畅 我们觉得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啊 呼吸断了 就是 可以吗老师 在翻译的过程中 就要旋接上下句 好 这个诗 这个古文我们大概提醒你们这一点 毕竟这些功夫 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掌握到的 好 接下来我们谈到古诗词 古诗词 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一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掌握它的意象 好 要掌握它的意象 意象是什么 就是说在诗歌里面出现一些物品的时候 它有涵盖 有代表了特别的意思 比如说春风代表什么 秋天代表什么 好 这个概念你要有 所以这两天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 各位同学们可以找一些资料 好 可以找一些资料 在你的脑袋中 在你的脑海中出现这个 什么呢 意象的概念 那么你理解诗歌 就会比较快 比较能够做到它的大意了 同学们 为什么文亮 为什么这个 这个红豆是代表相识呢 为什么文亮 因为有一小诗 因为有一小诗 是关于红豆的 念来听一听来 文亮 再重复一次 再重复一次 听到吗 听到 听到 春来发几之 愿君脱彩结 此物最相识 所以红豆有相识的意识 在里面 这样子 你看到诗里面出现的话 你不会想到红豆汤 是 你不要整天想吃 想喝 这样子 要了解那个古文 才会知道 红豆的含义是什么 对 这个就是我们 在诗歌里面的一个意象 我们理解了 我们理解诗词 就比较简单 就比较精准 所以 它的问题里面 所以你看到这首诗 一个例子 这里我就不讲解了 我们只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它的意象 比如说这首诗 赫之章的这首诗 这个水字代表什么 同学们 时间的流失 时间的流失 对了 时间的流失 对不对 所以你做到这个概念 你就可以回答这个第18题了 古诗我们就讲到这一点 接下来还有一个部分 很容易得到满分 凝聚精华 这个10分是很容易得到满分的 同学们这两天 最后充斥 下一点功夫下去 最后下一点功夫下去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提醒大家就是 你们在回答这个21题 22题的时候 尽量出现这些 词语在句子前面 勉励说明 比如说我们试一下例子 第22 B 好 这个明句的含义是什么 来 同学们 谁 说明 当局者迷 说明 对了 你要出现这个词 说明当局者迷的道理 这样子你的意义就完整了 那么在这里 明句交了你们五年了 如果上一辈班的话 有写了六年 读了六年了 这里当然没有办法去交了 最后的充斥了 对不对 是的 要浓缩了 我们整理了之后发现到 我们的考题 这几年的考题 还有一些明句还没有出过 所以你们这两天在什么 在最后的充斥 最后的充斥 这是中午25句还没有出过 中式还没有出过28句 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 我觉得 我相信 如果你们把这中式中午的 掌握清楚了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是 好 老师 你今天上来 讲了这么一整个小时的课了 那最后最后 在我们结束这个节目之前 老师还有什么 特别要提醒考生的吗 让他们在考场里面更顺利的 我唯一能够提醒你们的就是 记住老师教了这么多年 老师教了这么多年的时候 那么你学的这些技巧 你学的表达能力 都应用在考场上 然后再记住 今天老师讲的这一个 最后的充斥的时候 一些小情况 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刚才我讲过了 怎么审题 怎么审题对不对 怎么去做这个概述 不要组卫兵 要组卫兵 对不对 按这些概念做清楚 就是我们要谈的东西 所以你两天后考场 同学们 两天后就要进考场了 同学们还有什么疑惑吗 是 趁机发问最后的机会了 有吗 同学们 如果 如果我做完句子里面 没有用到优美的句子 是可以的吗 当然 表达方面 如果你能够有一些优美的句子 当然能够加分 你没有用 你没有用 可能你的表达就比较普通一点罢了 我也不能够说你得分不得分 对吗 当然假如有 还是有一点优势 但是同学们要记住 你们要做大 做整体 你的文章切题 对吗 你写 叫你写夜野赛跑 你跑到树上去 跑到少林市去 你再多优美的句子 对不起 是 是吗 同学们 同学们还有问题吗 来 最后我们要结束节目了 杰林 那个作文的开头结尾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根据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一般上写作文的开头 我们都是什么呢 假如是说明文 我们就讲一个现象 假如是叙述文 我们就有感而发 记得吗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结束 结束 起承转而的和 结束我们就做一个 一个什么呢 简单的 因人生思的精简 如果叙述文 反正我们都训练你们一些感悟 对不对 如果是说明文 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就行了 是 好 今天上了一个小时的课 收获真的是满满的 而且你看六位同学 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 对不对 就很活跃地跟老师在对答 在交流 所以我相信他们 一定是高材生了 也相信电视机前的朋友 也能够收获满满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的黄老师 今天上到来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上课 谢谢老师 也谢谢各位同学们 大家再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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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iasa mendoakan kejayaan anak-anak sekian terima kasih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dan selamat sejahtera saya Cikgu Kamsiah Binti Muhammad Ali dari SMK Bandar Putra Kulai ingin mengucapkan selamat menduduki peperiksaan SPM 2020 terutamanya kepada calon-calon subjek bahasa Cina diucapkan selamat menjalani peperiksaan pastikan anak-anak buat yang terbaik doa dan restu sentiasa mengiringi anak-anak agar mencapai kecemelangan yang disasarkan selamat berjuang anak-anak putra terbilang